所以呢,在这个法界里面呢? 你还没成佛了,就一样大了 问好了吗? 各位哦,这个 不管你有没有成佛 你本来就是都一样 只是你没有察觉 也就是心的本质哦,有成佛跟没有成佛都是一样的 有成佛跟没有成佛都是一样的 各位,成佛的人哦,他不会说他成佛 但是没有成佛的人却会说什么? 却会说没有成佛 因为成佛的人啊,对不对 对,没有成佛这件事 没有成佛这件事 对啦 如果佛说他成佛,他就没有成佛 他一定不是成佛的人 如果呢,这个世尊在南尊佛所呢,有所得 南尊佛就不为他受尽,有没有 听刚刚这么讲 所以刚才同学讲说,哦,来这个教师 大家距离更什么? 更接近了 对 我在跟你们怎么接近 也没有你跟你自己的吧 接近了 你跟你自己已经这么接近了 都这么陌生了 那跟我还有一点点距离怎么会亲切呢? 所以眼睛看不到眉毛 那所以常常呢,常常自己呢 看不到自己 啊,所以现在 这个花海就问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问题 各位如果 各位如果 你们上次有 你们上次有归一个同学 我归这里的后面有几句话 无心是道 疾心是佛 也就是说 你明白了 你的心是佛 如果你特别的明白 其实就明白了 各位我 各位我这么讲 你现在所看到的 这世间的一切啊 没有离开你的心 没有一件事情啊 是你心以外的东西 都是你心内的事 不如你现在看到什么 这一切都是你心内的事 但是你有很清楚的去看到吗 各位原则上 我是把你的心摆平 不是把事摆平 譬如我这么讲 有一个人不认同你 你难道要把他摆平吗 或是说有一个人他误会你 你要跟他摆平吗 或是说有一个人瞧不起你 你要跟他摆平吗 所以我们要摆平的 不是那一件事啊 或是那一个人啊 我们要摆平的只有自己而已啊 所以 是心内的事啊 离开你这颗心啊 你说有什么事可以说呢 那现在 那现在华海禅师啊 他问六祖大师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请六祖大师解释 解释说呢 为什么这个心是佛呢 那六祖大师的解释 你现在看六祖大师怎么解释 他解释 接下来的这几句话都很重要 大家要画起来 诗曰 前面不胜即心 后面不灭即火 神一切相即心 离一切相即火 他画起来 这四句话你要理解 你必要懂 各位 现在六祖大师解释 什么是心 什么是火 我们看到 他解释什么是心 什么是火 现在六祖大师解释了 各位 你不要以为心跟火不一样 是一样的 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 你不要以为不一样 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他现在讲这个心呢 其实就是作用 这个佛呢 这个佛其实就是心之体 这个心呢 他其实就是心之用 一个是心之用 一个是心之体 文字不一样 其实就是同样一个 那各位 我们现在来看他 来看心 他本来的作用的状态是什么 例如说前面不胜 各位这个前面不胜 我们先谈这个问题 前面就是过去 我们一般人很粗障 我们一般人在谈说 早上发生什么事 早上就是过去 对不对 或是我们在谈说昨天什么 昨天发生什么事情 或是说我们谈说我们小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诸位我们每个人容易察觉 这个过去 但是我们不容易察觉什么 我们不容易察觉说 有没有 各位你听 这个声音就过去了 我们不能够察觉这么快 各位你说早上发生什么事情 西边早上发生什么事情 你等一下要叫我奔票 早上发生什么事情 早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你知道吗 你以前发生什么事情 你以前发生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情 不是没事 而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你知道吗 你不要一天看到我说 师父我看一面 你不要一天看到我 我跟你讲 早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既然你承认早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就可以跟你讲说 你过去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你听懂吗 早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大家可能比较能接受 我过去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当然如果把时间拖长 你就不太能接受 那边很奇怪 早上也是过去 你从以前的也是过去 你既然认同 早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你为什么不能够认同 对不对 你过去事情都没有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你为什么不能认同 主位你知道你为什么痛苦吗 因为你认为过去的事情都存在 苦不苦 苦 你痛苦 你痛苦各位 假设你痛苦 你的痛苦一定是 一定是拿现在跟过去来比较 乱难你不会痛苦 所以你告诉我 你的痛苦要怎么 要怎么生气 你说师父你讲的这是事实吗 这是安闻我们的话 各位我跟你讲是事实 我证明给你看好不好 今天有开车来 是不是上课的同学举手 有开车 全班都没有人开车见鬼啊 我不太相信 我不太相信 生世灵的啊 没另外一个人 没另外一个人 好 坐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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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我开车 假设我开哪一个 你会不会害怕吗? 那我知道了 你们都做结议了 有人骑完车来了 算车,你算是车 好了 乃哥,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从你家起到这边 经过几个红利灯? 我这张没有双过 四个 四个 四个就到了 我怎么每次都问错人 可能会会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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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各位,我问他一个问题好不好 你骑车的过程当中 你现在骑到这里 对不对 之前那个过程现在在哪里? 是已经过了还是事实上就是没有的? 事实上 事实上 不是 我现在想说鸟子是没有的 是 过程看过 不是的,我说现在 我管你看过什么 现在在哪里? 现在在哪里? 各位,他从他 他从他家骑摩的车骑到这里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他早上来的过程 那现在在哪里? 不是啦 现在那一段在哪里?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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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安慰的话还是个事实 事实 你过去 你过去发生什么事情? 过去吧 对 是我安慰他还是事实 在哪里? 现在在哪里? 各位你们都 佛法所讲的不是安慰你的话 你真的不要误会 佛法讲的是真实 他不是安慰你喔 各位 有很多人讲话 他就会安慰你 对不对? 佛法讲的话 他不是这样 他是告诉你真相 但是我们 我们就是不明白真相 我们就是活在假相 所以我们错认这个世间 所以我们很痛苦 相当的痛苦 一个人没有看到真相 之前 他根本不能够真正的快乐 所以 所以你要观察到 金刚刚跟你讲说过去心不可得 对 那我现在讲过去 各位过去到底多么重要 你现在所有的脑袋 你现在所有的判断都跟过去有没有关系? 都是有关系 都是有关系 你都是跟过去来做一个比较 或是凭着过去的什么? 经验 或是凭着过去的知识 或是凭着过去的成见 其实勃力开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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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但是诸位 但是 但是你们 你们现在在上课是说 我这有很多同学 他在上我的课 有时候 有时候上的很高兴 有时候上的很欲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讲的好像有道理 又讲不过我 但是自己又什么 都讲不出所有 所以就讲不出所有 又觉得很闷 不知道要怎么说 你们有这种感觉? 有 所以以后上课 每个人要带一瓶铁牛运功伞 放在旁边 所以 像我跟你讲说 各位 如果我今天开车 我今天开车的每个阶段 他都是迟在停留的 我告诉你 我从我家开车开到这里 现在马路已经塞车了 你听懂我意思吗? 各位我做个例子 这是一台车 从这里开到这里 各位你去看 这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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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 每个现在都存在 这条路 不是 不是拆车的吗? 啊 这个 这个不是已经过 过去 过去的在哪里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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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开车 你不就是到那 你开过了 那在哪里呢? 结果你知道有同学怎么跟我讲吗? 事物 凡走过必留下 痕迹 你以为这句话是真理吗? 我就跟他同学说 有一个人喔 现在在做梦 梦到他到海边去上步 所以他在海边上步 对 反走过必留下什么 痕迹 但是梦醒了之后 痕迹在哪里? 没有了 没有了 你知道吗? 他在梦中在海滩上步 所以走过必留下什么 痕迹 我跟你说 你在做梦 梦醒了 痕迹在哪里? 啊 所以你在在梦中 在享乐你在梦中 你也在受苦 我不该你 你真的是这种状态 那各位 现在六祖讲得很清楚 各位 心的状态是什么? 对 心的状态 我们用金刚金安以外来讲 最能够讲清楚 硬无所住 而什么? 而生其心 现在也执着不来 现在也执着不来 让你了解吗? 也 因为没办法停留 他本来 他 现在六祖很清楚跟你讲说 对 心的状态就是这种状态 没有办法停留 所以你不可以活在哪里? 你不可以活在 这个前面就是过去 你不可以活在那个过去 所以 以心的本身来讲 过去就过去了 所以叫做前面 这个不生的意思就是 不再回到 对之前 那个概念 知道吗? 不再回去了 不生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过去别人 过去别人怎么去伤害你 或是对不起你 说实在的 也没有什么宽不宽恕的 你老明摆过去就 过去已经没有了 我也 我也不需要再提一个宽不宽恕你的心 这样是不是? 为什么宽恕对方 就是过去还是什么? 还是有 可是我现在什么? 还原谅你 所以 所以 大家要看到这个真相 但是 这样的真相 有时候很难懂 所以 为什么说这样的真相 有时候很难懂 因为你 你会一直耿耿于怀 所以 我在问一个 问一个问题就好 你说 失误有啊 过去哪有过去 我还是有记忆啊 你会不会这样回答我 会还是不会 会啊 你的饥放在哪里 饥放在脑袋 按脑袋放在哪里 八四 八四 八四放在哪里 八四放在哪里 我说放在哪里 阿心在哪里 阿心在哪里 阿心 阿心 我 其实你讲的老半天 你讲的老半天 就是没有办法去找出来 给我看 你讲的老半天就是没有办法找出来 给我看 但是你就觉得他如影随形 有没有 跟你在一起 是还是不是 是啊 怎么会不是这样子 诸位 当你的心只要欧清净 现起了东西 你看就知道 我们今天这种不能觉悟呢 就是你背负了太多的东西 你背负了太多的东西 正确的不正确的 你都把它混为一看 各位不要活在过去的经验 你过去的经验绝大部分都是不太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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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那对一朝被摄摇 十年怕草食 这个经验是正确的吗 那我们现在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之后 然后别人对参我们了 以后我们都不再相对了 相信人性的 这样的经验正确的吗 然后对到土地公庙去问个名牌 果然就中了 你说他会不会再去问名牌 因为他认为这个经验是什么 是正确的 那你告诉我 或是说你看到小孩子 对 小孩子不打不成器 所以你打了他就听话 你果然就认为说这个经验是什么 是正确的 下次小孩子只要不听话就是什么 就是打 这是正确的吗 所以 所以你抓了那些东西不放 那些东西是你的障碍你知道吗 是你的包補 但是你自己都没有看清楚 那所以各位 心就像流水 流水不会停 我们心念的运作也不会停 所以修行不是说叫自己的心停住 不是这样修的 修行是知道的心 他对的所有的因缘当中 他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他知道怎么对 怎么面对 他知道怎么样的运作 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但是他并没有停在哪里 你说心停在哪里都不对 但是各位 你们的修行的方式 一般就是故意要停住 你们知道吗 举个例子 比如说要注意你的呼吸 你的心就会 就会尽量停在哪里 停在呼吸 对还是不对 要注意一句佛号 有没有 你的心呢 就会尽量停在一句佛号 各位这种修行的方式 其实讲穿了就是以一个妄念 来自一个妄念而已 以妄自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叫你不起 起个妄你没有办法 所以才创造一个妄 有没有 让你以妄来自妄 是这个意思 但是禅宗不是这种方法 禅宗只是要让你明白而已 就像 就像人文六祖大师说 他在五祖宏人那边 五祖宏人怎么教他的啊 六祖说不论禅定解脱 有没有 禅定解脱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些方法 就是禅定慧有没有 然后文师修 然后这样修起 六祖说 五祖没有这样教我 五祖只告诉我 对见性以果 有没有 祂只要让我见性而已 各位所谓见性就是明白 我只要明白的 各位我只要明白 你现在还有心事吗 在座的同学你还有心事吗 各位我有时候上课我会不断的问你 各位其实我在不断的问你 你知道这种意思吗 其实只是要确认 确认你说我讲那个概念 你了解吗 各位 如果你了解我刚才所讲的那一段现前的方案 你读金刚经就很容易懂 你不觉得金刚经好像重复一直问你问题吗 你知道为什么佛为什么要重复一直问虚谷体吗 为什么 其实要确认他 他到底懂不懂那个概念 你知道没有 所以 所以 他常常不断的重复去问 或是用另外的角度 他在问 像我现在问你说 你还没有心事 你要怎么回答 没有 为什么没有心事 因为他 对不对 因为他 他对我来讲已经不存在了 对我 我还有什么事呢 对不对 对不对 他对我来讲已经不存在了 我还要 我还要谈什么事呢 对不对 但是你说是我还有心事 那就存在了 对不对 他就存在了 是我心事 有没有同学听不懂的 事情没有解决嘛 对不对 事情没有解决 事要解决 对 这样对不对 对 你晚饭吃 晚饭吃了吗 等一下 你晚饭吃了吗 没有 昨天没有吃晚饭 昨天的晚饭在哪里 没有 今天晚上要不要吃晚饭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失误 对不对 我昨天的事情还没有什么 还没有解决 有没有 所以 对 所以那个事 有没有 就一直折磨的我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昨天 你昨天晚上吃晚饭 系统折磨吗 假设你当乞丐了 假设你当乞丐了 好不好 为了吃那个晚饭 要给他磕头 好不好 OK 那边求大爷 大爷对 坑求对 在藏我一碗白换 对 但是那个事情也已经过去的 你看到了吗 只是晚上 晚饭时间到了之后 你依旧要出去跟他说什么 大爷啊 大爷啊 对不对 在藏我一碗白换 好不好 哥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对 但是现在又来了 不是跟你今天在吃晚饭 意思不一样吗 你 你只是当下去什么 随那个因缘 去处理这件事情 不论你这件事情 是已经处理完 还是什么 没有处理完 你 因为 你生活 你活着每天 就是要什么 就是要随着阴眼 去处理很多的事 这样对不对 对 其实只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但是你 但是我们会记得说什么 那个事情处理完了之后 好像我就没有心事了 但是那件事情 没有处理完之后 好像那件事情 就会什么 放在我心上 这样对不对 对 那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有处理跟没有处理 你一辈子 你活着每天都是要处理 我有说错吗 对 处理完跟没有处理完 你不要以为说处理完之后 你就没有事 我告诉你 你每天都要活着 所以你每天都有不断的阴眼 也会面对着你 就像你每天吃三餐一样 怎么样的正常 这么样的平常 就这么简单 很平常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你这些事情处理完了之后 你很高兴 然后你也不要认为说 这些事情没有处理完 我很痛苦 我就睡不着 不需要 我告诉你 今天这些事情处理完了之后 明天你依旧还是要处理事情 我不盖你 所以你要看着当下的意愿 你要看着当下的那个意愿 那各位 你的心可以保持像六祖所讲的前面不深吗 你 我跟你讲 你没有办法 但是事实上心是这种状态 心是这种状态 但是我知道你没有办法 那个就叫做妄想 你不厉害 很厉害 那个 那个就叫做妄想 很厉害 太厉害了 也就是说 他不是事实 你硬生生去把它创造有什么 是一个事实 像那一天有个同学这么讲 他说 啊 对啊 那我不创造烦恼 那对 那别人对不对 对 别人创造一个烦恼来 所以你不要这么说 环绕不是从外面来的 环绕是你创造的 我举个实例给你听 现在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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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一个人里面很讨厌 当他进来上课的时候 看到他你就觉得很讨厌 各位 对 你应该怎么说 你看 哦 那个环绕进来了 你这样讲对吗 因为你看到那个同学 你就起环绕 你会看他进来说 你看 那个环绕进来了 这样讲对吗 是环绕进来的 还是你自己生起环绕 是你自己生起环绕的 所以你不要乱别人玩 都不知道吗 是你自己生起环绕的 不要说环绕进来了 环绕进来了 环绕什么进来 所以各位所以你 你不要一生起环绕 那你 你说师父我现在有环绕怎么办 对 如何去断环绕 各位 我坦白赞跟你讲 环绕不用断 因为本来就没有环绕 你说师父我还没开悟怎么办 你不要急的开悟 因为你本来就是个开悟的人 只是你不知道 菩提不用求 因为你本来就具主 所以我把这段话 完整跟各位这么讲 菩提不用求 因为你本来就有 所以不用求 环绕不用断 因为环绕本来就没有 你干嘛断 你有问题吗 嗨 你有问题吗 嗨 你有问题吗 我看你听着不可以 这个面头 买乱乱乱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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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感觉天花板里面有 天花板上面有蛇 我有什么办法 没有啦 在看我啦 你这样甘愿吗 我说你要感觉到天花板里面有蛇 我有什么办法 难道我要再请夏王队来跟你演练一遍吗 我跟你讲你的烦恼都是假的 你说师父很具体的怎么会假的 比如说师父我担心我家人会死 这算烦恼吗 我担心我担心人类会死 这叫烦恼吗 我担心人会死这是烦恼吗 人不会死才是什么才是烦恼 人怎么不会死 各位知道对不对 人会死是烦恼吗 你为什么那么奇怪 真是你想一想 这不叫做环瑙 这叫做很正常的现象 这不叫做环瑙 你们为什么要把它当成是环瑙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不正常呢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不正常呢 我现在不管谁死啦 对不对 难道死亡是一件烦恼的事吗 那诸位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假设死亡不是一件烦恼的事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的 还有什么事呢 好像就没有什么 没有事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假设死亡 为什么假设死亡 为什么假设死亡要冲到那么多烦恼 要冲到那么多烦恼 来给他烦恼 哎呀实在 诸位 如果你把一件事情 对 它不应该叫做烦恼 它不是烦恼 它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所以诸位啊 不管你过去花生什么 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都已经发生了 但是他问题在哪里呢 我坦白可以跟你讲 如果要勉强说我在哪里 我就告诉你 在你的心里 我有说错吗 因为你要叫我勉强跟你说嘛 我就勉强跟你说在你的心里 对 但是我说在你的心里 这一句话是真实的吗 不是真实的 只是因为你听不懂 所以我才刚好 这样才跟你讲 你才会承认说 对对的事物你了解我 事物你了解我 其实不是我了解你 是我在骗你 就像一个小孩子在哭 有没有 我不得已拿 拿一个糖果哄你而已 那这不是事实 我只希望说有一天你赶快长大 不需要我拿那个糖果骗你 哄你就好 那你说了 这个前面不升级心 你说怎么修 你告诉我现在怎么修 你看在这里面有这个滑滑的那样修 各位这个用修的比较快还是用领悟的比较快 领悟啊 你到处你到处去看 很多人啊对不对 很多人都把学佛当成一种趋势 一种时代的潮流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大家都在学佛了 我也没有学好像 好像也过意不去 然后拼命修 各位 你以为在修水电啊 你以为在修马桶啊 其实就是一种观念 你要特色比比的去打破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你打开了 他说他自然就是这一种状态 他说他自然就是这一种状态 所以 你不明白你要思维 思维到你明白为什麽 为什麽过去就已经过去了 为什麽过去 对不对 他不存在 他到底在哪里 如果你愿意认同之后 接着 你的心就不会想要再回到过去 你老眼吗 你的心就不会想要再回到过去 不然的话 各位 我们每天都是活在过去 我不盖你 你时时刻刻都是活在过去 尤其只要是无聊 坐在沙发也回到过去 躺在床上也回到过去 过去没有东西让你抓 所以不要再抓他 你如果你没有看清楚 你一定会抓他 看清楚了之后 不要再抓他 接着第二句话 后面不灭 即佛 所以上面 上面那一句话 这两个不生把它引号 不生 后面这句话有两个字不灭 把它引号 不灭 各位你看到不生不灭 你看到不生不灭的另外一个意思吗 哦 原来不生啊 原来不生是不再有没有回到过去 原来不灭 原来不灭是我的决性啊 原来不灭是我的决性啊 我的决性啊 从来没有消失过 这个佛就是决 就是决 就是决性 我的决性 我的决性 在任何的时刻 从来没有消失过 是从来啊 所以他是不灭 六如 为什么要讲后面这句 如果他不讲后面这一句 你们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样就叫断灭 你懂意思吗 哎 心就不要回到过去 那心就什么 什么都不要了嘛 那不就断灭了吗 不是这个意思 心虽然不要 心虽然不要再活到过去 但是 但是心时时刻刻 对不对 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让你看到了吗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就是佛 就是诀 佛就是诀 佛就是诀的意思 就是说我时时刻刻 对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只是呢 对 只是我的信念 对 不再去执着过去了 不再去想过去了 那你们现在有没有同学 可以证明说 你的觉性是浮灭的 时时刻刻都浮灭的 有没有同学可以证明呢 来 来 这名的同学 我倒茶给你喝 来 好人 好人 你要不要讲讲看好人 我给你 我也在给你 素养文吗 我让他素养文是好人 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证明这句话 你要不要说说看 证明 我现在不是讲理论 是讲个实 实力 是讲理论 不灭 对 时时刻刻都没有灭 每一个人都有在向上的心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觉性 跟那间险时期 都就是一个觉性 每一个人看得好人 都想去 摸吧 又迷走 这就是一个觉性 我想每一个人只有是我 那坏人有没有决心 坏人看着好人他也想起着 有决意不在着他一定说得到 那各位 我现在要讲的 我现在讲的决心是不婚好人 坏人 你们还没睡觉之前 你们还没睡觉之前 当别人叫你 你知道别人在叫你 知道 我叫你 你也知道 或是他外面有车子的声音 你也知道 或是现在自己放音乐来听 你也知道 但一天忙完了很累了 然后晚上睡觉 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说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很多人告诉我说 困你戏机啊 困你戏机啊 就是睡觉 对不对 如果那一个人 睡觉就没有决心 那这句话就被推翻 你没有睡觉的时候 我叫你 你知道 一个睡着 各位 假设睡着 睡着之后 有没有 对 如果你不知道 我们以正常人来讲 我们不讲生病的人 以正常人来讲 对不对 如果他睡着了 他就听不见 那闹钟有没有用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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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已经睡着了 闹钟在想 他怎么知道 这个就是他的文性 他的文性是在的 他的文性是在的 但是有的人 生病很重的人 各位 表面上 各位 表面上 他好像什么都听不到 但事实上 有时候你问他 自己的内心世界 只是有的东西 他是没有办法 表达的 包括有一些植物人 有没有 他为什么还活着 他为什么不死 就代表他觉性了 他觉性还在 不然他 不然他就往生了 所以你们不要 你们跟植物人 其实 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 如果你学过佛法 你就知道了 对 他如果什么都不知道 他就一定要往生 他必然就往生 对 他只是没有办法表达 给你看 表现给你看 或是 或是某个功能 出了问题 有没有 但是呢 他的内心世界呢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所以说你家里面 你家里面假设有那样的人 对 对 请你 请你 请你也是要好好的 带他 对 你也可以为那样的人 讲佛法 所以你都为他讲 你知道吗 对 反而那样的人 听佛法 比较用功 因为他不会跑来跑去 对不对 对 你既然我特别好 对 她也是乖乖 乖乖乖 car manipulate others 好 再來 再來再談一個概念給各位聽 只要你承认 每个人都有决心 诸位 这话我还先告诉你一段话 你觉得众生未来 我用几乎这两个字 用几乎这两个字 都会称佛 那你有时候 那使我不修会不会成佛 你说会不会成佛 诸位说修不修 不管你现在斗第一 我也说你是佛 对一个真的明白道理的人 纵使那个人斗第一 他也认为他是佛 但是斗第一的那个人 他使不承认他 他是佛 他会误他会这样跟你说 假设我是佛 我会做第一 他不承认 各位 你们现在有没有做第一 你们怎么没有做第一 当你很痛苦的时候 你不是就做第一了吗 那我跟你讲说 你本来就没痛苦了 你说笑的 所以你感到什么 就会笑的 我现在就很痛苦了 你就跟我讲说 对 我本来就没有痛苦 各位 你不是这种状态吗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这种状态 你不相信吗 所以我才进来讲说 说修 也是方便说 大家了解我意思吗 因为我保留一点空间 为什么说修无料 好 我告诉你 一餐体的人不能成佛 会 什么叫一餐体呢 我直接好像可以解释 不相信 不相信自己是佛的人 有没有 他就不会成佛 不相信自己是佛的人 他就不会成佛 直到他什么 直到他相信 所以我保留一点空间给你 那我再讲一个概念 各位 比如说 比如说我问你说 你是佛还是众生 早上很多朋友也说他是佛 几个意思 好那各位那我现在再问他 那你既然你既然是佛 有没有 那你就要过着佛的生活 知道吗 佛的生活不是说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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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鱼啊要坐到这两百万 不是这个意思 佛的生活不是说佛的佛的生活不是说佛的生活不是这个意思 啊我是佛就过佛的生活 啊这样 这样跟你 这样跟你成不成佛有什么关系啦 你告诉我啦 有没有什么关系 啊你现在这样就好了跟你成不成佛有没有什么关系 你还需要 你还需要 期待或是既望说 等到有一天我服归俱主之后我才成佛吗 这种就是要这样说 假设你现在是这样子的这样就好了啦 啊你就还要等待啊 你看 心虚你看 我问一下书本就掉在地上了 所以这不是理论啦 而是说 而是说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说就是这个样子 那既然这个样子 既然这个样子 这样就好了 接着你不要再问了 不要再问说 我虽然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虽然是这个样子 要到什么时候 才会跟释迦摩尼佛一样 各位 你要这样问 其实你就是个烦恼的人 其实这个就是你的烦恼 不过说说 这个就是你的烦恼 各位觉悟只是说什么 觉悟只是说 我过去走了冤枉的路 有没有 原来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觉悟就是这样而已 你以为 觉悟之后 对 会办法什么奖章给你 绕了一圈 只是说 过去烟网路 只是这样子而已 我知道你们 很多同学的概念 他活在什么概念 他活在说 我修行一定要三大神奇迹 我一定要透过这样的时间 再来 我修行一定 要经过五十二个位阶 或者说我修行一定 一定要深闻 圆解 菩萨 然后一直踩到成果 诸位 当你觉悟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说什么 原来 原来那些也是梦中的成老 梦中的成老 你在修行的那些位阶 也是梦中的成老 梦中的成老 你不知道吗 或是说 各位我现在举了很简单的概念 现在假设有一个学伙的人 他的认知说 一定要把三藏十二部经典 完全读完 他才会 他才会开悟 他果然就一定什么 要去把它读完 但是我可以给你保证 他读完之后 果然什么 不会开悟 为什么他果然不会开悟 不管你现在怎么学 学到最后 假设你没有踏击到自己 你是不会开悟的 所以踏击到自己的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到绕到最后 你都要去自己了解自己 就这样子而已 你了解自己 你才会了解 不然你怎么绕都一样 只是什么 只是你会绕一大圈之后 你再不会来踏击 那有的人是不用的 他是直接就开始 他直接就面对他自己 但是绝大部分人 又偏偏不相信这个理论 各位我不盖你 绝大部分的人 又偏偏不相信这个理论 好 那既然你不相信这个理论 你就慢慢修吧 他又不老实 这样对不对 他又很不老实 那所以诸位 那现在心跟佛 那不生不灭 六祖对这个不生不灭 用另外这样的角度解释 这个是很实际的东西 不生就是不活在过去 不灭呢 有没有 就是当下 实时时时刻刻 这个觉性那个人是不灭的 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好 那是什么 觉性为什么称为后念 啊 为什么把后念的 解释为觉性 哦 他是一种 他只是一种对应 因为 因为他前面讲前面嘛 对 所以 所以 这一个后念不能够解释做未来 哦 对对 而是说 而是说 他不 他不讲 大家会对这个心 那我跟你说什么 这个不生 那不生到底是什么情形 那个情形 那现在我们看到 他下面又另外一种解释 下面又另外一种解释 成一切相极心 离一切相极佛 哇 那这个讲的实在是很好 现在六祖大师 他告诉你真相 他告诉你怎么真相呢 一切的先相 有没有 都是心所所创造 因观法戒信 却为心造 心生所以种种法生 心灭所以种种法灭 为心所造 为事所变 变化的变 变化的变 第二组不用讲那么复杂 他只是一个人讲说 对 这一切的先相 就是心 各位在这里面所讲的 成 现相的意思是 你现在看到的包罗万象的一切 其实都是你为心 对不对 所造的东西 各位那你现在出去看 各位你现在出去看 前面呢 是告诉你不生不灭的道理 后面是要告诉你觉悟的道理 后面是要告诉你觉悟的道理 各位你看 这个字是心 一切的现象是心所创造的 一切的现象 这个像是心所创造的 变成什么 所以一天大人在打妄想 然后这些的现象 障碍了自己的心 把自己的心掩盖了 看到了吗 这个诸位 这个世界怎么来的 就是这样来的 你的人生怎么来的 也是这样来的 天堂地义怎么来的 也是这样来的 众生跟凡夫 也是这样来的 那你说怎么来 就是这样子来而已 这个像 各位现在注意看 这个像 你的心想成佛 叫什么像 佛像 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在打妄想 你看 你知道佛像 你才能看到的吗 你那么说 师父是 我是什么 我是众生 那也是打妄想 你说师父是 我死后会不会掉入地义 我们说六道轮回 其实六道也是妄想 你知道吗 那你说师父 我修行是不是 对不对 要经过三大阿僧七节 三大阿僧七节 是妄想 我现在看你怎么 你看 我看你怎么想 你想就要看 其实以真实的意识来说 都是妄想 你在想什么 有什么好想的 对不对 你说师父 不想要花呆 后念不灭 我就是花呆 有没有 我不是这样的花呆 你怎么认为说 不想就是花呆 所以你们常常会认为 掉入这种概念 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只要有想 你就会创造时间跟什么 空间 还会创造所有的万象 还会创造所有的万物 甚至是所有一切的生命形态 都是你创造的 你只要停止那个妄想 活在当下 就会打破时间跟空间的概念 你也会打破其他的现象的障碍 当下一定是突破时空的 当下不是你所想的现在 现在不是当下的意思 当下 当下就是没有时空 已经没有时空了 时空是你想出来的 各位比如说你只要等一个人 你说怎么等那么久 这是什么 还不是你想出来的 你知道吗 那东南西北是真理吗 东方真的是东方吗 东方真的是东方吗 西方真的是西方吗 所以其实东南西北有没有 这个概念 也是一样的 所以各位你现在注意看 你只要看看这个字 看看六祖所讲的这一句话 我现在管你在想什么 我统生都在妄想 所以我反而是了 了当上跟你讲 你只要没有怀恼就好了 出于我想这个概念 你只要没有怀恼就好了 后面的话都不要再讲 你知道吗 你不要讲说 当我没有怀恼之后 接着呢 没有接着 你不要再讲什么 接着什么 不要这样讲 没有怀恼就好 师父怎么样没有怀恼 因为本来就没有怀恼 那师父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没有怀恼 各位 已经跟你讲得那么明白了 没有怀恼 你不要创造怀恼 你不要招惹怀恼 你不要引来怀恼 对一个没有办法这么偷彻的人 我只能告诉你 这叫做 这叫做方便劝告你 不要创造怀恼 招来怀恼 引来怀恼 这是方便劝告你 辞战恼 就告诉你说 本来就没有怀恼 辞战恼 是这样告诉你 但是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一下就礼物的人 告诉你呢 潜巧方便的方便 就是这个意思 各位 没有怀恼就是本质 本质的东西它不是因缘 各位你要注意这句话 但是我跟你讲说 你不要招惹怀恼 创造怀恼 这就是 这个一定是掉入因缘 什么因 什么因 怎么样的因缘 就创造什么果报 有没有 这叫做因缘的缘 生命的本质 它不是因缘 生命的本质 它不是因缘 但是生命的展现 它一定要透过因缘 这也是很重要的概念 各位所谓因缘 它一定有前因什么 后果 生命的本质 无头 无尾 所以我早上才说 那是外行人才在问说 各位 各位 我从哪里来 又从何里去 有没有 我说那是外行人问的话 因为有来去 那就是 对 那就掉入因缘 所以正乌的人说无生 无生 既然无生 也无灭 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下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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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